沈不衍 沈不衍 沈公子竟是如此懦弱之人 连当面告别都不敢吗 抱歉 陆姑娘 在下实在有要事在身 礼数不周 还望陆姑娘不要见怪 沈不衍 你站住 那日你问我 如果知道一个人十日后会死 你会选择告诉他吗 那我现在问问你 如果你十日后 会跟自己喜欢的人分开 你是选择第一日便走 还是陪他度过剩下的九日